MING PAO TORON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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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次跟大家開箱了兩部新世代的Xbox 今次我帶上上一代的Xbox One X 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評測 Xbox Series X 和S 的 Size 就對比過了 但和上代又差多遠呢? Series S 和 One X 的厚度差不多 不過 One X 的機身就長少少 Series X 的機身就厚溫X一倍 所以要換機的人就可以遇大些地方去換機 而手掣方面 今代後面的手握位凹凸紋做得深了 食指操控的LTRT 也加入凹凸紋 當有手汗的時候就不會容易線手 而L3 的建程比上代淺 而且更容易按到左上左下 右上右下手感好多了 好了 現在說完硬件了 我們馬上試機給大家看 今次試玩的遊戲就是 Gears 5 我們先由開機試一試 看看開機的反應 兩部機的開機速度都差不多 Series X 比 Xbox One X 快了少少 再拔走電源線 重新插過試試Codeboot的開機速度 很明顯 Xbox Series X 比 Xbox One X 快很多 再試玩Low Game 速度 而Low 到入去遊戲的主介面品厚時間 由以往的分幾鐘到現在一分鐘都不用 可以見到換了SSD 反應比起 Xbox One 會快很多 兩部主機都受惠於 AMD Z2 和 RDNA 2 的架構 玩需要光線追蹤的遊戲都很流暢 而且準確 對比度更高 最明顯的效果可以在倒影上見到 譬如上代的反光面只會見到蒙了的一達 而今代就會根據平面的質感做到相對應反光的效果 支援到4K 120fps 不過需要你又顯示到120fps的螢幕去配合 兩部主機都新增了快速回復功能 在不同的遊戲之間切換非常之快 相信不少玩家都會關心這部機的散熱問題 Series X 以新的設計改善通風 減低了風扇所產生的噪音 至於Series S 因為機身膠扁 所以溫度相對偏高 試玩完 Xbox Series X 之後 我覺得它的操控性和流暢度 其實拍得住PC 而且它支援到8K 希望遲些出了8K遊戲的時候 可以看到它的遊戲的表現